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我们今天的饭后茶语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 在这个投资很动荡不安的时代 有一个很好的安全的投资策略 为您邀请到的是 我们的集团亚洲市场开发总监Hans Hans你好 大家好 我是Hans 每一次邀请Hans来 我们都觉得很受用 因为你有非常丰富的亚洲经验 20多年的亚洲市场经验 再结合了现在美国的经验 您常常可以帮我们提供 很多这个新的资讯更新 那今天我们要问您说 有什么是不是有一个 很好的投资策略 可以跟大家分享 有 有个东西叫做 私募碰上保险的时候 哇 私募碰上保险 那请您跟我们解释一下吧 OK 好 我们知道我们通常人听到私募 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就是高尚大 收益很好 很灵活 而且通常是有钱人用的工具 那保险呢 它的功能又在哪里呢 通常听到保险呢 大家想这是保障嘛 那保险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就是用来做什么 避税的 所以如果能够把私募的好处 加上保险的强项放在一起 就会碰出非常棒的火花 那这样的一个投资的策略好了 想必就是应该有一个团队 会来规划跟带领投资者 那这样子跟亚洲市场连结 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好 首先应该来讲到是说 亚洲市场本身来讲 最近有很多人喜欢买美国的股票 也喜欢买美国的房地产 那我们知道美国股票有什么好处呢 美国股票本身来讲 有很多券市场根本没有手续费 再来 外国人来投资美国的股票市场 本身是不需要缴资本利得税的 所以有非常多人喜欢投资美国股票 而且美国股票市场收益很好的 OK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事实上房地产也是一样 有很多人看到美国的房地产的收益很好 租金收益率很高 对吧 那因此有很多人最近这几年 陆陆续续都前进美国来 那这东西到底有没有相对近 大家忽略掉的部分 我经常来讲理财理的不宜是财 理财理的是什么 是风险 所以我们要看看 这些样的理财过程当中 有什么地方事实上我们没有注意到的 原因在哪里 重点在大家没有考虑到税 是 那您刚介绍这很适合 比如说一些比较高资产的 那怎么样子可以帮他评估一个 做这个投资的门槛 做这个投资门槛 如果你的投资资产没有超过100万以上 基本上是被夸了反 我们刚提到的私募 私募保险我们现在过去大家买的 保险都叫公募的 什么叫公募跟私募的差别点在哪里 公募本身来讲是保险公司 把所有东西都给规格化了 他不管你这个是在哪一周 或者不管你是什么 反正我就是把里面的所有产品的规格 设定一个规格模式 然后大家按照这个规格来买 那私募他灵活 本身来讲所有的部分都是独一 特别来设立的 所以你刚提到一个东西很重要就是 他需要一个团队 对没有错 每一个客人他是量身打造量身定造 我举个例子说好了 通常来讲我们的现金价值 到了保险公司去了以后 是由保险公司自己概括承受 所有的投资项目也好 买什么卖什么怎么买怎么卖 跟你客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私募保险本身来讲是 这个现金价值的成长客人 你可以委任给你信任的投资顾问 就我们刚提到的 你可以委任给所谓的私募的管理人 来帮你作为操作 而这个私募的本身来讲 我们刚提到的 如果以公募来讲 他的投资的项目品项是非常非常 你没办法去控制的 包括我们知道有一些人说 那不会啊 我们可以买一些投资型保险啊 投资型保险本身来讲 他里面也只能放嘛 共同基金而已 但私募保险呢不是的 私募保险呢 你甚至连房地产都能放进去了 他的灵活性非常非常强 从我们刚提到的 从一般的股票 一般的基金 一般的债券 包括我们刚提到的 房地产都可以放进去 甚至如果你会懂得对冲 你的团队懂得避险 你都可以用一些 隐言深性的金融商品放到里面去 所以他本身来讲 收益会很好 非常的棒 那如果收益非常好 那就需要 有一个很好的东西来帮我们结税了 那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私募保险 本身有一个保险的功能机制在里面 好我们拉回来 我们刚刚提到讲的东西是 有很多人忽略掉一件事情是 到美国来投资美国的股票市场 虽然没有错 不需要资本利得税 但忽略掉一件事情是 美国的股票利息的所得 是要报税的 美国股票利息所得呢 要预扣你30%的税收耶 我们知道有很多亚洲人喜欢纯股 什么叫纯股就是 把股票买着然后赚利息嘛 股票利息 美国有非常好的股票利息 我在去年有一支股票 刚刚那时候股票大跌的时候 你知道利息是年收益率38% 好如果假设我拿到这个利息的时候 我要被扣30%的税 哇那是太高了 所以呢第一个是所谓红利税的问题 买股票 第二个是遗产税的问题 很多人忽略掉一件事情 你把钱投资美国股票市场的时候 万一不小心人离世了 现在不是你赚多少钱 而是你的本金如果放100万进来 你40%是要交遗产税的 他只有6万块的免税而已 所以免税会非常非常低 那你说那我们买房地产啊 房地产的本身来讲 房租很高 那房租很高的有很多人懂得如何结税 他知道用所谓的折旧 来帮助我们所谓的房租年缴所得税 但是呢不要忽略掉另外一件事情 股票的资本利得税是不用缴的 但房地产的资本利得税是要缴的 而房地产的资本利得税呢 根据美国的税法 section1445A法条当中来讲 你如果是外国人卖美国的房地产 你的预缴税额是15% 这预缴税额的15% 不是你获利的15% 而是你卖掉这个房地产本金 整个你total总价的15% 哇 那就非常非常高了 所以呢这是一件事情 那有人说那很简单啊 我们也懂得税法啊 我可以用税法的1031条款 来把它遞延嘛 对吧 我可以让它这个所谓的增值的部分 又遞延往后 遞延到后面去 但别忘了 美国永远一个税等着你 叫做遗产税 我们刚才提到从刚刚讲到遗产税 一样 房地产本身来讲 它也一样放到遗产税里面来讲 它也只有6万块的免税而已 所以你的资产呢 100万放进去 我才强调一件事情 不是你赚100万 而是你的资产100万 放到美国的情况下 万一人离世了 你只有6万块免税额 你要可能要加到40%的税收 那这个东西就是很大的问题点了 因此怎么样把这东西呢 很好地用 我们刚刚提到 如果我是一个高净值资产家庭 我就要善用懂得用私募保险 我把这个钱放到了私募保险里面去 现金价值的投资 客人你说的算 由你跟你自己的团队 或者委任专业的团队 来帮助你打理 那他的投资的品项是没有局限的 他可以做很多的类型的投资 那他的收益率就会很高 再加上如果我们把这个税 我们把这个收益 放进了保险里面 用保险结税 避税的功能 那相对来讲 就会产生很大的帮助了 那当然 这需要很专业的人士来帮助各位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联系我们的集团 我们有专业的人士来帮助你 因为那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玩的东西 该怎么样的来帮大家 从我们刚刚提到的 你是非美国人本身来讲的话 你的遗产税本身保险 不列入你的遗产做计算 所以从后到尾 你的所得税 你的租金不用缴 你的股票利息税也不用缴 甚至到最后 你连遗产税都不用缴了 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策略 可以提供给大家 哇 今天非常谢谢Hans 就是跟我们提供这个投资策略 这个私募保险 看你讲的眼睛都亮了起来 没错 所以我们有这个集团本身有一个很专业的团队 所以如果您也是高资产的客户 也想要来试试看美国的不同的投资策略的话 欢迎您参考我们的私募保险 今天非常谢谢Hans来跟我们介绍 好 我们下一次见